聯邦自由黨卑斯黨員在週末期間 在溫哥華舉行大會 採取實體和網上方式進行 蘇學蘭報導 聯邦自由黨卑斯黨員在週末一年兩日舉行大會 數百名黨員齊集在溫哥華 並通過網上參與組織會議 政策討論和小組討論重點議題 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和如何增加海洋經濟 以及能源資源問題 今次大會超過六成的黨員是第一次參加 討論議題除了潔淨能源 也包括創造新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 以及房屋可負擔能力 新時代電視蘇學南報導